哈囉大家 今天要提案的是Zero Archive 然後Zero Archive說穿的其實就是 在備份台灣一般民眾 他平常會上網去看到的一些 website上面的文章 然後我們有在track的包括內容農場 然後一些大的新聞網站 還有一些討論區 例如PTT跟Dcard 然後至今為止我們已經 收集到了400萬個publications 然後總共89個就是網站 來自於89個網站 然後這是一個從20 下面時間軸是 文章發布的時間 然後這個Y軸是 我們收集到了文章 然後大概可以看到就是 這三大類是大概差不多 那最近那個現容農場變比較少一點 然後現容網站變多了這樣 我們這筆資料可以做一些利用 像是可以解析一個網站 它的文章來源來自哪裡啊 像怒吼20%來自於中國時報 或是也可以看一篇文章 它的傳播鏈 從淨傳媒到Yahoo新聞到怒吼這樣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重點是 這個可能是我們 據我們所知是最大的open source的 翻體中文的資料集 所以文字上面內容 應該有很多可以做應用的地方 然後今天我們主要是想要 希望可以推進就是 我們現在的parser 主要是用readability 那readability並不是沒有辦法 有一些網站上面的東西 沒有辦法 parse很好 主要有個點就是 就是我自己比較在意的是 就是很多日期沒有辦法被parser出來 所以想要 希望可以找人來幫忙一起寫 每一個網站的parser 然後另外就是 還想要 希望可以 大家可以幫我們一起 比賽我們的frontend 我們的website 因為我們現在 就跟FTO的一樣 就只有一個點進去 是hackmd這樣子 然後在 要怎麼推進大家使用的方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大的障礙 然後最後一個是 希望可以找人來一起做 我們的爬蟲系統的dashboard 現在我們已經有 APS可以看到 每天爬多少數字 那還是想要做成一個線圖這樣 那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